不是這個衣服號稱最昂貴的衣服 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是為什麼嗎 這件衣服稱為最昂貴的衣服 因為你看到就是這件衣服上面有各種名牌的標示 所以事實上它很直覺的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穿在我們身上的衣服 代表我們對於我們這個人不同的身分認同 所以事實上這個展場它開始透過這些名牌的標籤 讓我們去想究竟我們這個人身上最重要的身分認同是什麼 那有沒有什麼背後的含意 在信仰裡面 基督信仰裡面 在基督像裡面事實上我們比喻一件事情 就是說耶穌的救恩好像是我們把耶穌當作外袍 穿在我們的身上 在耶穌的裡面我們因為認識耶穌 所以我們披上耶穌的這件外袍 所以我們會找到我們真正的身分認同 那這個地方是這樣 它每一個貨櫃裡面 它所做的這個裝置藝術 跟它的背景音樂 跟它的影片呢 基本上整個都是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人生當中我們的生命呢 有的時候我們會為一些事情而歌唱 可是它這個後櫃有一點點想帶我們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我們看到這些大自然非常美麗的創造的時候 你會不會為這些大自然很美麗的創造而歌唱 而這些大自然美麗的精心的設計的背後呢 上有一位造物主 這麼多的電話是為什麼 感覺是不同年代的嗎 對 這個地方我們看到這些電話就是 它是不同年代的電話 對啊 那不同的年代的電話 它的使用方式不大一樣 不過它有一個共同的功能就是 透過這個電話我們可以聽到話筒 後面的人所要傳達給我們的信息 那所以我們有點想說 你這次拿起這個話筒 你不再只是聽到 一個人在這個話筒的背後對你說話 而是你這一次呢 你接受到一種從話筒背後來的不同的信息 透過這個策展的方式 就是讓你去體驗跟經歷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慣常習慣坐的那個地方 它可能不再只是扮演那一個功能 不管你在學校在咖啡廳或是在教堂 那你坐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在那個空間的裡面 今年的聖誕節 有沒有可能讓那個空間對你的心說話 好像你現在在這個地方一樣 那意思是比如說我在看這個展示 我想像我在小學的時候的那個空間 然後我在咖啡廳的那個空間 然後幻想我在那個時候 有沒有曾經安靜過 留心聽過我自己內心的聲音嗎 這可能可以讓我們有這種反思 我覺得也可以這麼說 我現在把自己的反思 那感覺不太有魅力 看你很想要拿來 你真的要拿來 我真的要拿來 有什麼然後 我真的要拿來 我真的要拿去 先拿來 感谢观看